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伊朗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后果跟后续的情况 而且暗示这不只是他们的一场战争 代理人们也都会加入攻击 就像四月份那时候一样 所以看起来他们说是要采取一个出其不意的方式来报复以色列 那中国大陆这边其实也在赶紧的有所动作 希望能够和缓局势 我们看到中国外长王毅跟伊朗的代理外长通了电话 他们就说中方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这种暗杀行为 认为这样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而且严重侵犯了伊朗主权的安全跟尊严 中方支持伊方依法来捍卫主权安全跟民族尊严 那这个通完电话呢 其实他们有讲到说 愿同伊方在这个金砖国家的机制框架内来加强合作 然后呢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面 坚定的相互支持 那伊方这边是讲的 就是坚定致力于发展这个一中关系 然后确保两国不受到国际地缘形势变化来影响 所以现在这个中医也已经通上了电话 那但是呢现在对于美国来说 是不是要赶紧跟这个中国的角力 也要在中东这边来进行 中美的中东影响力对于美国来说 当然他们觉得好像已经落居下风了 那他们要阻止伊朗扩大 转头找上了沙国 那根据路透社和华尔街邮报的报道 他们说现在考虑要解禁对于沙国 空对地这个弹药的转让 那依循这些传统武器转让的政策 那现在打算要以一种个别的情况考量 来进行一些转让 也就是说可能要再卖一些武器给沙国了 那中美现在对于沙国来说 就有这样newsweek讲说 是不是沙国变成一个摇摆国 那他希望跟中美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 所以沙国是个摇摆国 那事实上沙国是摇摆国吗 沙国过去是跟美国比较好 可是人家早就不理美国了 所以在美国自己讲说 是个摇摆国 是不是面子挂不住 还必须要讲说 我们沙国在摇摆 那其实沙国还曾经放话 如果G7没收了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的话 将会出售欧洲债券 毕竟人家财力非常的雄厚 现在包含了欧洲债券 法国债券 沙国可能持有数百亿欧元 虽然沙国抛售这些债券 不足以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对于欧洲来说还是皮皮擦 他们担心说沙国这些举动 可能会不会变成一个骨牌效应 其他国家万一仿效起来的话 那该怎么办 那我们看现在奥斯丁下令说 这个中东局势看起来非常的不稳 所以他们已经派出了这个二亥二级的核潜舰 乔治亚号去到那边 那对于伊朗啊 还有相关的武装组织哦 就说我们既然已经有这个乔治亚舰哦 这个是这个核潜舰哦 已经来到了这里 所以你们不能轻举妄动 要传递一些威慑的这样讯号出来 那还有中东的紧张局势哦 现在看起来恐怕也会导致运费又要涨了吗 现在航运界哦 已经酝酿再度要来涨价了 因为恐怕那个地方又会受到一些波及 又要绕路来进行一些海上的航运 那当然是转嫁给消费者了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 不 我觉得他这个无预警 然后在那边制造悬疑与紧张 也是一种心理战 那这个当然你会把它理解为 他可能在做部署 因为坦白说如果从伊朗本国打 那早就可以打了 可是从本国打距离以色列1200公里 那很容易被拦截嘛 所以我猜他hold那么久 大概就是想要就禁打 那本国都是象征性的 那就禁打就是叙利亚跟礼拜论政筑当 大概是这样 那至于美国 为什么恢复给沙拉伯军售 因为他如果不再卖的话 如果不卖的话 那中国就要卖了 所以真正原因不是伊朗 是中国 因为伊朗刚跟沙特和解 所以杀沙特阿拉伯哪有什么好紧张的 对不对 所以他本来就一直想要买比较先进的 具有攻击力量的武器 让美国顾虑到以色列的看法 所以一直不卖 结果现在中国要进来卖 所以美国 又要抢生意 美国只好来抢生意 不然怎么办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个逻辑了 因为1980年代就发生过了 那个时候沙特阿拉伯要 想要买那个飞弹 以色列反对 所以他就去跟中国大陆买 那个时候是东风3 后来就一路买买买 现在应该东风不知道在哪个系列 他都已经买 大概都东风21 他说一直有买 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导弹部队 中国的顾问也是在沙特阿拉伯的 最近他还要跟中国大陆买军舰 可能还会再买飞机 无人机已经进来了 我觉得沙特阿拉伯 也不敢得罪美国 因为讲白了 这个国家内部充满了CIA 因为你长期跟美国交往 一定有这个结果 就跟台湾一样 而且他内部美军基地 还是有差不多3000左右 而且他内部还是有不同力量 比如说美国可以支持他叔叔 就反对这个小沙拉曼 所以我是觉得他也不敢太得罪美国 可是就实际经济利益来讲 基本上都已经倒向中国了 比如说石油最大卖家 就是买家就是中国 他大概买了沙特阿拉伯 百分之二十六的原油 所以你这种客户去哪里找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他要盖未来城 红海的未来城 很多都是中国得标的 所以我是觉得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给人家感觉就是越来越站到中间这样 好 来请教赖老师 这一次看起来 汉明尼他对于以色列的反制 他的力道是要比以前更强的 以前的自我的克制 被美国跟以色列解读成为紫老虎 所以才会让自己获得这么大的羞辱 也就是说已经是肆无忌惮的攻击 杀害这个哈尼亚 哈马斯的最高领袖 所以很明显的 那你要怎么样能够有力的反击 准备的时间要比较长 因为你要有效的一个准备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很明显的 美国就开始搞这个舆论认知作战 找了一个伊朗国际联盟 不要忘了他的总部是设在伦敦 我在这节目中有讲过 他的总部设在伦敦 那英国跟伊朗是十对头 怎么会有一个伊朗国际联盟 总部设在伦敦 那很明显的 那就是伊朗的政府的 一个死对头 然后由他来制造假新闻 然后再由西方的欧美的媒体 来去复制 然后再影响各国 好像说他们就煞有歧视的说 这个伊朗的总统跟哈明尼说 这个不要打了 我们要克制 免得影响我的任期 影响我们的伊朗的经济 还有我们的军事 我们的经济快要崩溃了 政治的稳定 所以然后他又描写 而且说哈明尼不知可佛 然后好像有这个暗示的意思 就是说大事化小事化五 当时台湾的媒体 这个大家评论就是少有其事 我说胡说八道 我说不对 这个是一个山羽一来风满楼的一个态势 因为伊朗跟伊拉克已经在八月初的时候 开始进行联系五天的军演 这个军演的地理位置是在哪里 伊朗跟伊拉克的边界 换言之也就是说伊朗把他的精锐部队 已经往伊拉克这个地方合法的 公开的已经移动了 这个一移动也就是说未来伊朗的正规军 已经不再是民兵组织 进入伊拉克借到叙利亚 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 这是一条路径 另外当然其他的导弹的攻击 无人机的攻击 这些也都在做筹备中 俄国也开始在协助伊朗 对于本土的一个防卫 所以S300或是S400的运送需要时间 不是说少尉鼓来了以后这个武器 这些S300 S400就带进来了 没有这么快的 它需要一个作业的时间 更何况操作也需要一堆专家的指导 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系统 而且这是高精密的系统 它基本上来讲需要俄国的教官 来协助伊朗去进行这个部分 伊朗同样也开始在进行外交的工作 所以他获得沙特对于他的支持 沙特说这个杀害是一个 侵犯一个国家主权 等于是沙特谴责以色列了 然后接着很明显的 中国大陆王毅跟伊朗的外长的一个通话 等于是在联合国 如果美国要去制裁伊朗的话 中国一定会投下否决票 我觉得很多的态势都在做部署 我们看到中东的战区 这个战火 其实相当有可能 在没多久就会爆开了 好 来请教将军 以朗对以色列的报复 以朗掌握了主动权 现在代额不发 也就是给以色列最大的精神压力 让以色列寝食狼安 尤其是他这个社会的这些运作 都受到影响 不知道伊朗要什么时候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所以这一方面就已经达到了 这种心理上的威责 然后现在伊朗在这方面 他对以色列包袱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他现在在演习 演习做什么 演习的话就是动员 有人力动员 有物力动员 最重要的就是伊朗利用在演习的时候 让这些战力能够得到战力的书签 战力的这种疏散 然后达到战力保存的一个这种措施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也可能会 相对的实施报复行动 因为借演习 我已经书签 书散 隐蔽 甚至地下化完毕了 就是利用这些演习 所以伊朗是代额不发 他有他的一些掀起的作业 那就利用这些五天的这些演习 相关都做完了 等到在这个时间当期 伊朗也获得国际的支持 你看中国大陆的支持又来了 他那个时候如果就立刻实施报复行动 这样的话 中国大陆还没有讲话 伊朗已经发动了 现在伊朗还没发动 中国大陆讲话 就是支持伊朗的报复 对伊朗支持 伊朗后面就有靠山 他更会放手去做 对以色列实施报复 至于报复是大规模报复 小规模报复 我认为边境的包含伊巴嫩 珍珠党也好 叙利亚也好 这是小规模报复 大包复还是要来自于伊朗 因为伊朗它毕竟是战力的主力 不管是无人机也好 长程的 远程的无人机 还有导弹 这些弹道飞弹 最起码这是伊朗这方面的优势 我们现在看他应该会选择时机 我认为是夜间起洗 因为白天的时候大家都警觉 警觉性高 大家都在各救各位 但是晚上的时候大家都 验兵洗鼓 大家都要开始休息了 跟上一次一样 跟在四月份那一次报复一样 都是选择夜间 夜间开始发动 因为夜间起洗的效果会比较 白天来得好 白天的话大家激动 还有警觉性都会相对的高 我们现在看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它是保持弹性 在弹性的状况之下 它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获得最大的利益 沙烏地阿拉伯一直向美国提出来 要买第五代的战机 就是F-35逆中战机 但是美国一直没有开口 因为以色列的关系 在整个中东 美国也只有卖给以色列F-35 其他国家没有 沙烏地阿拉伯其实想拿到 那也利用这一次压保 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卖F-35给我 如果不卖 那它可能就导向中国大陆 像中国大陆买F-30 就我们叫尖31 有这方面的可能 因为无人机 还有弹道飞弹 这个大陆都卖给沙烏地阿拉伯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要卖这个 我们讲到的这个尖31 那只是时间问题 这也是沙烏地阿拉伯要不要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 目前沙特保持最佳的弹性 对沙国的整个战略的抉择 跟军事上面的这种利益 应该是获得的是极大化 一个最佳的途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要忙回来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